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atch 一般来讲我们在很多地方其实这两个字在很多地方如果单纯就抓这个动物来讲的话 很多时候可以互相通用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Catch 我们写一下 Catch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Catch Capture 跟这个Catch Catch通常有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在运动之中 在飞行之中 或者是它藏在什么地方 不是很容易像鸟突然间飞过去 你可以Catch它 抓住它 这个有没有问题 Catch Catch是它在大部分的时候 Catch是它在运动之中 它从你前面飞过 你把它抓住了 这是Catch Capture比较常用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你要克服一种阻力或者一种困难 你去抓这个东西 比如说你设陷阱 设个圈套 设网罗或诱补 我故意在这条路上撒了很多的食物 这个鸟就跳着跳着就跳到我这里来了 我就把它抓起来了 或者你设一个圈套啦 或者是就是用这种抓捕的方式 我们叫Capture OK 所以一个是Catch 一个是Capture Catch比较强调它的运动之中 比如说现在警察去抓强犯 抓坏人 在一场激烈的争斗之中 在一个这个人刚好从警察前面跑过去 警察把他抓住 这个是Catch 但是警察如果是用诱补的方式 已经都知道了 他就住在五楼三单元 警察设了一个什么东西 跟他说你有快递啊 你下来拿 他一开门警察把他抓住 那就是Capture 所以Catch跟Capture有这个差别在 谢谢老师 这个人乘跑的时候 警察故意他乘跑的时候抓他 可以说是Catch对不对 OK 他正在坐地铁的时候 他正在是要上办公室的 正在行进之中 他在运动之中的时候 警察从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你小子你是谁谁谁 对不对 我们今天就是来抓你的 这是Catch 好 还有一个单词就是那个叫Trap吧 是龙的意思 那个跟那个Cage呢又有什么区别呢 跟什么 跟Cage C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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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们俩是什么区别呢 不一样 OK Cage 比如说Trap Trap是什么东西 Trap是一个陷阱 Trap是一个陷阱 设一个圈套 一个Trap 比如说你有没有看过那种 什么他们猎人会在地上 设一个什么 什么抓老鼠的 或者抓什么狐狸的 抓什么东西 他脚一踩进去 把它吊起来了 那就是一个陷阱 那是Trap 没有问题 Cage呢 Cage是一个笼子 你抓老鼠的时候 你就用过这个东西 对吧 老鼠要想要吃那个小肉 OK那个肉块 哎呀 他就跑到那笼子里面 一跑进去就出不来了 那是Cage OK 我们很少用Cage 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很多时候用Trap 我们在美国卖鸡蛋 有一种是Cage Free Cage Free Eggs 什么 这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吗 Cage Free Eggs Cage Free Eggs 这什么 我想是散养的意思 就是没有被关在笼子里面 是吧 OK好 Cage Free Chicken Right Cage Free Chicken Cage Free Eggs OK 他指的就是说 这种是广东人叫走地机 他可以自由自在走来走去的 就是你说的散养的意思 他没有关在笼子里面 Cage Free 就是没有笼子的鸡 没有笼子的蛋 叫Cage Free 这个很重要 在美国超市里面 有人专门买这种蛋的 专门买这种鸡的 要比较贵 贵得多 Cage Free Chicken Cage Free Eggs 因为美国人看了那个视频 看到那些鸡好残忍 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一只鸡 跟很多鸡关在一个大笼子里面 然后只能 他一辈子可能都从来没有走过五步 他一辈子从小到大都是养在那个笼子里面 可能三四十天 然后就宰掉了是怎么样 他就永远活在那个笼子里 美国人觉得太伤心了 这个是太可怜了 所以他们就强调要吃 Cage Free的Chicken Cage Free的Eggs 所以Cage指的就是那个笼子 你拿那个笼子去抓什么狐狸 小白兔还是什么东西 那个是Cage 但是总的来讲很多时候 不一定是Cage 可能就是一个Trap 一个Trap就是一个陷阱 比如说你要抓熊 这个地方故意 挖个大凹洞 上面盖了很多草料 熊走到那儿 蹦就掉进去了 爬不出来了 狐狸也有可能这样 比较深的洞 这个就是一个Trap 这个不是Cage Cage是要有一个笼子的 OK 好 有一个笼子的 就是一个Trap 这个是一个Trap 那儿 就是一个Trap 那儿 这个是一个Trap 的 B